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看 二位演员的标签是什么 报错专业选对行 这个有意思了 谁报错专业了 我吧 怎么报错了 小的时候特别喜欢唱歌 12岁的时候有机会呢 就参加了我们 跑定市的艺术学校的一个报考 唱了一首什么歌呢 那年特别火的歌 叫《常回家看看》 唱完以后 老师在我的准考证上 写了俩字 曲艺 当时我特别开心 我12岁 但是我什么都不懂 我一看有曲字 我以为我就可以唱歌了 然后我就特别开心回家了 开学以后 到了学校分班 大家都去班里边 然后给我分班 发了一副快玩 当时我就很惊讶 我说唱歌还有这个伴奏乐际吗 我不明白 同样学唱歌 怎么人家学唱歌 钢琴伴奏 咪咪咪咪 人家练这 我学唱歌怎么着 踏踏踏踏踏 鼠脚汗 我天天练这个 后来我才知道 曲艺不是学唱歌 是学相声 去学这些 那今天你来评价一下吧 当年老师给你写了一个曲艺 你觉得你是选对了行的呢 还是选错了行的呢 我觉得选对了 相声给了我的舞台 然后让我可以去唱歌给大家听 对了 就是特别特别喜欢唱 特别想有一天在一个很大的相声舞台上 然后作为一个相声演员 唱一首关于相声的歌曲 那今天你觉得我们这舞台够大吗 够大 但是我不知道可以吧 好 那我唱一首歌给大家好吧 我穿着长衫 站在舞台中间 一张方舟 摆着两把这衫 这个投票 江海老七心中 太像的青年 突爱着香声 多少酸甜苦辣 换来掌声笑声 唱得真不错 而且这歌词听完了以后 这歌词你是有感觉的 对 唱完了我都想偷偷跳 我们都是差点就哭了 实在是这种感动的小感动的 对 希望你们就像歌词一样 在舞台上实现你们的 下个的理想 实现你们音乐的理想 好吗再次感谢两位 谢谢 谢谢老师